STOP THE BATTLE WITHIN YOUR SOUL YOU KNOW IT'S ALL IN YOUR HEAD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ol 今天这个礼拜终于又是自己做指甲单元了 那这个礼拜要分享什么 就是我要帮自己的手做过年的指甲 那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今年我的过年指甲打算做这样子 然后大拇指是有点蓝色橘色 有点金色复古感的暈染 然后再加上一个猫眼 还有一个猪猪这样子 等一下左手的话就会做不一样的顺序这样子 那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会用到的所有的颜色 那我会一一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首先就是 就是这一次全部用到的颜色 除了这一个以外 其他都是甲油的颜色 那我觉得甲油它有个好处就是 它的颜色比较不会那么饱和那么重 然后也比较水比较清透 比较好暈染 所以我自己其实也还蛮喜欢用甲油胶去做暈染的 那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用到的颜色是这个 Bartis 跟Flicka老师联名的甲油胶的06号 这个的话它是砂糖胶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砂糖胶的颜色 这个我很常用 用到快要没有了 那这个砂糖胶的颜色 它是像这样子 有点灰白灰白砂糖 可是又不知道很正白色的 不再是这样子 那我用在我的手上 就是中脂部分的话 我还有加另外一个颜色 但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看一下它的底的话 会有一点点颗粒感 我觉得这个颗粒感还蛮可爱的 好那这个就是06号的砂糖胶 那接下来是三个都是Gina老师的联名色 分别是GN01 GN07跟GN10 那GN01这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特别的 它就是有点乳白乳白透透的颜色 那我觉得这种颜色还蛮少见的 因为目前我手上这种颜色都是偏粉 那这个颜色它是比较偏自然的 有点像瓷器的感觉 我觉得拿来做一点暈染或是堆叠 就是不会让你的作品感觉太过可爱 所以这个颜色我觉得 我之后应该会还蛮常用的 那我刚刚也有实际的用在我的手上 它就是属于真的很清透的颜色 画过指甲之后它又可以透出底下 就有点那种不着痕迹的感觉 所以这个呢它是GN01号 好 再来GN07这个呢颜色我也是很喜欢 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颜色我一定要 因为我觉得它很像那个 就是现在很多 含货在卖衣服的时候 就有很多这种蓝色 我觉得这种蓝色真的很好看 它就是我现在手上这个小拇指的颜色 那这个颜色我手上只有涂一层而已 它就是属于那种天空蓝 那质地上也是属于那种比较 清透一点的 它可以做一层就是透透的 然后两层的话就可以达到比较饱和的感觉 那这个呢是GN07号 再来下一瓶的话是GN10号 这个10号我觉得有些人可能看到会觉得说 嗯这个颜色是珠光色 会不会有点难驾驭 这个的话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个带橘的珠光颜色 那它不是毛眼 它是就是单纯的珠光色 然后它是很细很细的珠光 那我那时候一看到这颜色的时候 我就觉得 它的橘色是那种比较有复古感的 不会太金黄 然后就是有橘中橘中的感觉 所以它拿来做晕染的话 我觉得很好看 像是我手上大家看到的这个橘色 就是用GN10做出来的 所以你们看它其实不会太重 那它拿来涂单色OK 然后拿来做晕染也还蛮好看的 所以等一下就会实际的试用给大家看 那这一个呢是之前有一次去 LABO的门市的时候 我看到了这个橘色的毛眼 但那时候这个颜色没有货 所以后来刚好又光到时候有货 所以我就毫不忧郁的拿了 这个呢它是L1M他们出的猫眼 是MG03 比较带橘色光的 那这个猫眼我觉得实际用在手上的感觉的话 它是还满闪亮 然后也会有橘色的光泽 但是它的底是有点灰色的 所以荧幕上实际在看到的时候 我现在肉眼看是比较浅 在白光下是比较深 但是平常光看的话是比较浅的 那在转的时候 你们会看到这个底色 它是有点灰灰的颜色的 好 那给大家看一下里面 它就是深色的 橘色猫眼 那再来最后一个呢 是Baby Junior的BG16号 BG16号这个我之前也有用过 它是金色的沙粒胶 那在我手上呢 就是前面有这个金色的部分的话 这个金色的后端的这个金色 都是用这个Baby Junior的BG16号做的 那还有一些些视频 大家再放进来跟大家介绍 材料的部分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 待会我们就要实际的开始啰 目前呢我的右手的话 暈染是在大拇指跟无名指 那这边接下来的话 我应该会放在 中指跟小指好了 先暂定 但等一下还会再换 但是我很确定 我的大拇指我想要蓝色的 所以我想要先把这个蓝色涂在手上 因为我觉得这蓝色我自己很喜欢 所以想要它大面积一点 那我就放在一起 放在我的大拇指上 直地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涂布的感觉 就是这样比较水透一点 我一直都还蛮喜欢artist的加油胶 之前就还蛮常用它的砂糖胶的 大家今年过年指甲都做什么颜色的 我自己是 我觉得红色好看 但是觉得红色上在我的手上 我比较不太能驾驭 我就会觉得那个手很像不是我的手 但我觉得红色是很好看的 然后我现在过年期间也还蛮帮可能擦 红色 但我自己就不会想上 我反而是比较喜欢一些 就是其他的颜色 好大概是这样一层 那就先去照灯咯 目前蓝色已经上完了 是不是很可爱呢 另外呢我的十字跟小指已经 应该就是确定会是云染 所以中指跟无名指的话 无名指我会上一下 Fleecut 06号 白色的砂糖胶 这个颜色点菜率很高喔 推荐给大家 那我把它上在我的无名指 Artist的特性就是 都是比较水一点 但是又不会不饱和 它其实包涂一层就会看到 还蛮多颗粒感在里面 那另外中指的话应该会是猫眼 但猫眼它的底层的话 我有涂一个GN01号 我只会薄涂一点点就好 它一层就是真的很透很透 就是很像乳白色 但是又没有到乳白色这么白 它比较接近肤色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拿来打什么底的话 应该都还蛮适合的 那我们就先去照灯 好那刚刚这两指都是已经照过灯的 那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右手是我已经先做好的 那中指跟无名指其实都是 底的部分的话都有插这个福利卡06号 那一层的话颗粒感会比较明显 但是第二层呢我上了GN01号 它就有点像套上滤镜 就会变得比较温柔 不晓得大家在荧幕前看不看得出来 那我刚原本在做的时候 是觉得它好像有点白 原本这个颜色跟这个其他只搭配起来 好像有点白 所以我就想说能不能再让它不要这么白 那我就想说好像可以上这个GN01号 但这个颜色我就觉得它很神奇耶 它可以透出下面我想要那个砂糖的感觉 就会变得很可爱 我是一直都很喜欢他们的砂糖胶 真的觉得太可爱了 然后重点是又很好涂布 颗粒又不会太粗 涂完之后就是像这样子 就变得比较温柔的感觉 有吧刚刚应该有看出有一点不同 好那就先去照灯 那接下来中指的部分的话 刚刚已经有打底过了 所以现在准备来上一下猫眼 我是用L1M的MG03 OK那涂好之后呢我准备一下这个磁铁 纸铁铁的部分的话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怎么吸猫眼 那前面的部分的话 我会画一个U字型 那它就会有这个反射的光泽 在中间 然后后端的部分在绕一下边框 大概是这样 然后就先去照灯 好那接下来进入重头戏的部分就是晕染了 晕染的部分的话大拇指的部分我是用比较一半式的 所以这边的话我也会有一些是一半 然后有一些是正面这样子 那我用实质的话我会用成是一半的 那首先呢用Baby Junior的这个BG16号金属沙粒胶 取一些之后 这个有一点点稠 所以在取的时候稍微要用力一点点 把它挖起来这样子才会有颜色 那我会放在我的假面的前端 就让它有一点点金属亮亮的 这样子就好了 大概是这样子后呢 小纸的话我也会一起 因为这个不太会流动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它会乱流 大概是这样子我会放侧边 那现在的话就是只有亮亮的 但是没有颗粒感 所以我会再加一点有颗粒的上去 可以用拍的它会比较好上上去 可以这样搓搓搓 好大概是这样之后 可以先去照一下灯 照10秒就可以了 照好灯之后呢 准备一下这个GN10号 GN10号 直接用它上面的甲油刷 只要取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它其实用一点点就已经够亮了 那我取一点点之后 放在 叠一些在这个金色上面 像如果它碰到有一些颗粒感 它就会像这样子 好 让它有点橘色就可以 那我们就先去照灯 照5秒就可以了 接下来上一点 蓝色GN07号 好 一样只要用里面的甲油胶 取一点点 然后看你是要叠在中间 或是侧边都可以 可以让它就是有笔触感 有些比较深 有些比较浅这样子 好那我先把颜色放上去就好了 那可以准备其他的笔 稍微把这个边界晕开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呢 我会不照灯 直接取GN01号 直接用里面的甲油刷 然后刷在这个边边 就是比较没有上到颜色的地方 在刷的时候大家尽量小心 不要污染到其他颜色 如果有的话可以在 纸巾上面把它刷干净一点 那边边没有颜色的地方上到 一点点这个GN01号 它就会变得 比较不会好像凸一块 好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就先去照五秒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我会 像这个只有一半的部分 我会再加一点点Flica的06号 就在假面上局部就好了 就增加那种层次感 然后也可以用 其他的笔 圆笔 把边界稍微拍开 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就可以去照灯 暈染的步骤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局部有没有什么颜色 是你觉得好像比较浅 像我觉得这边好像橘色 被我压的比较少一点 那我就再拿一样的这个颜色 压一点点在你觉得不够的地方 稍微局部的这样加重 这样就会变得比较明显 那大概是这样子之后 我们照完灯就要准备开始建构了 接下来就是到了上饰品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我有上了一点金色珠珠的饰品 所以这边的话我也会放一些 这边的话也就会不够的事 我们来看看 就会变成了一个小卷 但是我们下一个小卷 就会变成了一个小卷 但是我们下一个小卷 就会变成了一个小卷 然后再 happens 然后再复一只小卷 这边就是我们下个小卷 然后再次就会变成了一个小卷 終於完成了這次最後的成品 給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這個橘色 也有種過年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配上這藍色有這種 就是 春暖花開的感覺比較不會那麼沉重 然後另外就是這個貓眼我覺得也蠻特別就是他的顏色還蠻亮的 橘紅橘紅的 跟剛剛白光下看的感覺我覺得其實不太一樣 那遠看的話大概是這樣子 好的那麼以上呢就是 2023年 過年幫自己做的指甲 那大家如果看完影片對於影片有任何的疑問或是想法都歡迎在下方的瀏覽跟我說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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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